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完全是靠坚持才顶住了对手在决胜盘中的反扑 第二轮比赛 王亚凡将迎来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面对飞为两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的五号种子科维托娃 两年前在中莽家门口的过招 王亚凡曾以4-61-6脆败 对方进攻性很强 那年和他打 自己会有一点感觉顶不住 他回忆道 不过通过三月份在卖阿密皇冠赛勇闯16强的出色发挥 不仅他的排名得以大幅提升 首次进入到前100行列 还因此收获了很多自信 科维托娃对于那些高排位选手 自己会觉得跟他们是有得打的 也没有说完全打不了 他说道 所以现在自己心态方面会比之前好很多 更有自信 现在再碰到他们 反正也没有什么可输的吗 毕竟排名差距在这里 自己就尽量去打好每一分球就 可以了 现在不会去太多考虑输赢的问题 当然是希望可赢 但就算比赛最后还是打输了 也不会像以前那样 总是想赢怕输 当然 作为姑娘们经常摆在嘴边的口头馋 拿出没有什么可输的斗志去打球 如果战术能够执行得当 真没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 首先自己没有包袱 肯定是去拼他 做好底线相持 有机会也让他跑起来 再找机会吧 否则如果让他掌握主动 我就会很难打了 科维托娃有趣的是 谈到面对科维托娃的凶狠攻势 可能会遇到比分掉太快 迅速交出第一盘的状况 亚凡说 已经为自己想好了调整节奏的plan 我可能会申请去一趟洗手间 让自己稍微冷静一下 用凉水洗个脸 有时间停顿一下 想一想接下去 应该怎么打 所以 这个plan最后是否会用得上 甚至于能否奏效 球迷们可以注意留心一下 至于科维托娃这边 谈到这场比赛 心直口快的杰克姑娘 直言对两人当年的交手已没有什么印象 大多数时候比赛的胜负都取决于我 我的手感如何 我的发挥如何 当然 当我打得好的时候 一切掌握在我手里 所以这场比赛大概也是一样 我会试着打出自己的网球 发挥出好的状态 然后我们看看结果如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